接著繼續來看一下 今天是第三次上課 我每次會大概講一下前一次上課 主要原因是因為你要確定說 你是不是真的會的 因為你如果前面的東西不會的話 後面的東西會越來越難 所以如果你假設想要能夠跟得上課程的話 請務必前面講過的東西記得要會 因為前面不會後面還是不會 問題會越來越多 而且後面的範例複雜度會越高 前面的還算是簡單一點的 所以如果你這個已經算難了 那表示你多挖一點時間了 當然難跟簡單 還有是你知道做不做得出來 有人知道但是做不出來 或者是做得出來但是要想很久 你想很久表示你不熟練 不熟練就表示你少用 OK 如果你假設希望能夠熟練 那沒辦法 沒別的覺得就是常用就OK了 所以這些東西的話 如果你真的希望能夠熟能生巧 我就建議你一定要找機會練習 如果剛好你上班的時候會用到Excel 那你不如就直接 反正時間也是要用那些事情 那你倒不如呢就順便練習一下 然後公司都沒有檔 那你也可以把它打開 稍微把我們之前講過的 比如說要怎麼產生公司的方法 那我其實提供給各位就是一個基本的範本 你就大概透用一下嘛 前面反正請幫我 請幫我賺一些Excel 什麼Excel的公式 逗點 那後面你要幹嘛 比如說你輸入什麼 哪些欄位 有沒有資料是什麼 在哪個位置 然後輸出什麼 那你跟他敘述一下 我覺得理論上 他會很快的幫你產生公式 那另外的話 如果你要產生那個VBA 其實也蠻簡單 VBA我前面講過 不外乎就是兩種嘛 一個是VBA的什麼呢 Function有沒有 跟VBA的Sub 那VBA的Function就是制定函數啦 比如說這個函數內建的沒有 你把它變出來 那以後有沒有 像內建的沒有刮虎 刮虎函數這個 那我制定了一個刮虎函數 那我就很簡單嘛 我就把A欄的A2給他 他就自動幫我把刮虎裡面 東西取出來了 那使用的方式 其實跟那個 內建的函數是一模一樣的 差別是簡單 你不用做 像如果你原來的公式一踏串 你懶得再打的話 那很簡單 你就把它改為什麼 改為VBA的Function程式 當然你說老師 我不太喜歡用那個 插入函數啦 然後還要再選 還要再填滿 我覺得有點麻煩耶 那你可以改成什麼 改成Sub OK Sub的話 對應的話 其實就按鈕 按下去 自動就幫你把結果 給做出來了 OK 那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 怎麼加按鈕啦 這個我想前面都講過 其他的話就是 TruePT上面呢 甚至如果你有一些 VBA程式 你看不懂的話 我就是補充一下 其實我是覺得 TruePT會幫你寫 非常詳細的註解 這個詳細的程度 幾乎不會輸給書上面的那個 那個那個 註解 因為有些你買書 還不見得說 可以寫得這麼清楚 那另外的話就是 我們後來又舉了一個 152有沒有 那個什麼 就是長寬高嘛 151是一個刮斧 那152的話呢 是三個刮斧 長寬高 那我們用資料剖析的方式 把長寬高分別剖出來 應該是最快的 不然的話 原來如果你假設要產生 這個長寬高 裡面要做三個公式 OK 那你剖析的話 一次就搞定了 我覺得以這一題來說 應該是 用那個資料剖析應該是最快的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錄製 就是聚齊有沒有 所以上個禮拜 講的真的還蠻多的啦 比如說呢 你將來 不見得一定 只能用TroutyP幫你寫程式 另外一種寫程式的方式 就是用錄製的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在Excel裡面 你要產生程式 它的輔助還真多 其實不用自己寫啦 比如說有一些功能 你每天都在做 那滑鼠鍵盤每天都操作 重複的動作 那很簡單 你就錄製聚齊嘛 然後把它變一個按鈕 按下去 就通通幫你完成了 但是呢 如果假設你這個 連續動作裡面 有一些需要 有一些改動的話 其實那個程式本身 也是可以修改的 不是說完全不能修改 甚至有的時候 我想要寫某一個動作的程式 但是我寫不出來的話 沒關係啊 我可以用滑鼠鍵盤做一遍 然後把它錄出 我就錄製聚齊 它就自動幫我把層次寫出來 那我就拿來 放在我本來不會寫的地方 那這個功能我就有了 OK 所以錄製聚齊 我是覺得還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將來 要做很多更進一步的變化 你寫不出來 那可以用錄製的 這個部分其實還蠻多衍生的 另外的話就是用VBA關閉 它本來一直跳出說 什麼什麼這邊有資料 是不是要覆蓋之類的 那那個很討厭 後來我好像加了一個 叫application.displace alone 等於false 它就關閉了 那原則上我剛剛講這些東西 應該都有印象 只是應該很多人一個禮拜 我應該就忘了差不多了吧 大概只剩一層 還是 OK 如果假設 你有些地方不太清楚的話 那我是建議 回去你就把我剛剛講的 你不太清楚的地方再看一下 都很重要 OK 因為之後都會用到 包含就是說 產生公式 產生VBA的function VBA的sub 還有錄製聚齊 所以上個禮拜來說真的 雖然第二次上課 可是我覺得這個進度 真的算是還蠻多的 以前的話可能要講這些東西 可能要把它拆成好幾個禮拜 才有辦法講這麼多 我當然還就是試情況 如果你覺得 假如已經快招架不住的話 要幫你回去多練習 今天一樣 我們就繼續再來看其他的範例 反正後面的上課方式 基本上就是 我會找一些 可能工作或生活 經常會遇到的問題 然後我們 這個問題如何解決 解決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用公式 不外乎就是寫VBA的function 今天的話也許我們再來找 這一題好了 就是 101這個 開頭是101 這個的話就是要解決什麼問題 解決如果你的資料 並不是固定的刮鬍 而是中文、英文、數字的話 那應該怎麼辦 比如說你常會見到 你的資料其實差不多都是數字 你可能要數字 比如說你的數量 但是很多人紀錄數量的時候 就會在前面加一些什麼貨名 然後多少錢 後面還有個單位 比如說多少錢 等等 甚至還把背書都放進去 但是你只需要數量部分 那就是數字 那怎麼辦 你要怎麼辦 數字部分拿出來 那數字部分它不是做固定的位置 它可能是 在一個儲存格裡面的某一個地方 是需要數字的話 那應該怎麼辦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拆成三個部分不同 就是中文、英文、數字好了 那我要怎麼樣針對 中文、英文、數字 然後做一個拆解 所以請各位先幫我把這個101開頭這個範例 先打開 那當然這個範例本來是只要取得中文就好了 OK 它這邊有一個公式 你就把這個公式 delete 掉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公式裡面 用了多少個函數 裡面的話 第一個可以看到len len應該知道吧 就是算裡面有幾個字 那這裡的話還有lenb lenb是什麼呢 b的話是特別注意 如果你len後面加一個b 這個叫byte byte的話 指的就是說 它是用byte來算它裡面有幾個byte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部分 在esale裡面 它的中文跟全型 特別說 全型英文都算兩個byte 那半型的英文跟數字 都算一個byte 那所以我們可以 用這樣的規則 其實就可以取得我們要的中文字 不過啦 因為這一題剛好中文字都在開頭 所以你會發現它用left 所以我只要知道中文字裡面有幾個就好了 再來還有什麼 還有big5 big5是把半型轉全型 一個是把asc的話 是把全型轉半型 比如說你看一下這邊的資料有沒有 如果我今天在旁邊練習好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 這個都在文字的函數 那你會發現這邊第一個是asc asc就跟你講說 將全型字圓轉為半型字圓 所以各位不曉得有沒有看出來 這個裡面的access 這個字有點太大了有沒有 主要原因是因為它這個是全型 那如果全型字呢 我希望把它轉半型的話 那很簡單喔 你可以直接插入asc有沒有 然後再把這個字給它 那你在加進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上面是全型的 下方就是半型的 那也就是說它是全部轉喔 那它會改變的部分喔 只有全型 那如果假設中文跟原來的半型數字 一點影響都沒有 所以只要它裡面是全型 才會受到影響 所以那你說老師 那這個有什麼差別喔 其實啊 這個差別是這樣的啊 就是說如果 假設你今天這個是全型的 這個部分喔 那這個 我先把它轉成半型之後有沒有 那我這樣子就比較好判斷 判斷什麼呢 判斷第二個喔 就是說我如果 如果要算這裡面有幾個字 跟這裡面有幾個bytes 你會發現喔 幾個字跟幾個bytes有沒有 會有差喔 如果呢 因為我已經把這個後面的部分 通通都已經轉成 這邊英文跟數字 都已經轉成什麼 轉成半型對不對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先插入一個 LENB好了 我算bytes數 LENB有沒有 OK 按確定 那我這個時候算出來是16 16個bytes 欸你說老師 16個bytes為什麼 特別注意喔 資料庫這個都兩個bytes嘛 那之後後面這些都是一個bytes 所以這個SS2003的話 這個六個字嘛 六個英文嘛 加這個四個 十個嘛 再加上什麼資料庫 資料庫本來是三個字 可是因為它兩個bytes 所以變成16個bytes OK 所以得到16的話是16個bytes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今天呢 我算幾個字的話 那你這個時候 可以再插入第三個函數 試試看 這邊的話呢 用LEN LEN的話呢 就是算它裡面是幾個字 所以你會發現幾個字呢 有沒有發現 16個bytes 但是是13個字喔 為什麼 因為資料庫呢 它也算是一個字喔 它不是算那個兩個字喔 OK喔 所以算出來的話 那你說這個有什麼差 其實如果假設喔 你今天把16減掉13的話 那得到的不就三個字 所以理論上喔 我們再配合LAPT 其實就可以取得前三個字 對不對 那就可以把這兩個相減嘛 得到3 然後LAPT取三個字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得到我需要的字數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把這個公式先delete掉 然後呢 先試著練習三個函數吧 ASC 跟這個LEN LEN 跟LEN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